一直以来,姚明都把坚军低调,打法温和的球风,定格在球迷们的印象里,是中华民族典型的如亚真子形象。 在美国NBA赛场上,姚明这样的打法,却常常被认为软,不敢对抗,因为美式篮球往往崇尚暴力美学,姚明、邓肯等人的打法,总与部分球迷得胜美格格不入。 然而,任何苍白的辩解都是无力的,只有当把这一张将姚明割口对手的照片摆出来,那些否定姚明的人才会从中感受到中国长城的威严与力量。 一,齐口财尔德里斯姚明不只有2.26米的巨人身高,他球员时带近140公斤的体重,也是支霸联盟的存在。 当他遇到老英对只有2.03米不足100公斤的约时财尔德里斯时,自然是一个轻松的格扣,财尔德里斯被狠狠撞出底线。 当镜头定格在齐口约时的这一瞬间,姚明自信的姿态是对所有之一生最好的回应,而轻松也压大本如果说财尔德里斯身自单薄,防守不好。 格扣他并不能说明姚明多大的本领,那四届最佳防守秋远,满华来是绝对是顶级防守吧。 然而,当姚明在被打大本时,姚明一生生拙进了内线,紧接着一个大臂扣篮,简直是无视大本的存在。 这不只是身高差距过大的缘故,姚明的下肢力量,在这一球,很好的体现了出来。 三,多次格扣邓肯呆呆邓肯是历史第一打前锋,而他的防守也一度是联盟顶级水准。 然而姚明面对,邓肯的防守,照样能送出无情格扣。 在姚明新兴时期,就曾送给邓肯与海军上将罗宾是二人一张合影背景。 在后来了一次比赛中,姚明更是在邓肯头上打成了二加一,并完成格扣。 四,无视莫明现格扣岛年间流传着一种说法,热火汉将莫明是检验一个内线球员强硬与否的事件时,因为这是个拒绝躺着下场的男人,他的防守简直所向拼命。 然而,当面对2.26米的姚明,莫明依然无可奈何,姚明在他头上连连抢到篮板不说,还完成了一个个人爆扣,莫明尴尬的估计,想找条低缝钻进去。 五,撞飞狼王说起格扣,最残暴的呈现方式,便是将防守着撞飞。 但如果撞飞一个明星球员,简直是难于登天,姚明就曾在超级巨星凯文加内特头上来了一次。 无情的羞辱是格扣,姚明顺下后冲击篮筐,面对加内特姚明丝毫没有减速,高高乐器完成一季格扣,加内特被姚明撞飞出了底线。 这一球也成为姚明之夜生涯,一次罕见的强悍瞬间,沉默的人往往都有一颗爆发力十足的大心脏,姚明便是这样一个深藏不露的球员。 他从以稳定的输出方式为球队取胜利,而在必要的一瞬间,他又会挺身而出跨身动怒的雷神,不明则已一鸣惊人,叶异。